看到整齐踢腿步伐 亮眼橘色制服 就知道日本超人器橘色恶魔上场了 89名团员脸不红气不喘的又踢腿又催奏 国际级的高超演奏能力惊艳全场 超级玛丽欧主题曲展现青春活力 为了这次的表演 居高校多次密训只求完美呈现 能精准的变换队形 居高校吹奏部有着魔鬼般的训练 每个人平均8步得走完5公尺距离 等于每踏一步走越62.5公分 还要完美吹奏 这也让他们包办无数大赛金奖 就在演出前一晚 居高校吹奏部部长对着所有学生说 能被邀请来到台湾 是一件厉害到无法言语表达的事情 律师吕秋远也透露 居高校每天上课前 下课后练习一小时以上 周末练习时间更是超过10小时 能在台湾欣赏到国际级演出 让国庆大典增添不少亮点 进行文综合报导 也不透露外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